新港区台东国小庆祝亚诞测测的方式 真不一样 说请来这多少老师 够做这亚诞测测人 用英文和学生 分享这和香港亚诞测测的文化 也让学生在这烦恶的气氛当中 亲赞学习英文 看到圣诞老公公出现在台中 台东国小的学生都非常幸福 学生经过巴厚南地的经验 和圣诞老公公活动 学习生诞测测上官的营业 这条南方的经验 观众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欢迎来到大同国小 今天有外国老师来 我觉得非常开心 而且今天也学到非常多的新单字 还有很多的英文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回忆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外籍老师 能来我们当国小教我们 新单字新英文 台东国小等到新单字的欢乐气氛 特别邀请外籍老师 结合英语教学课程 知道学生生活使用的英语 和学生台香港英语 发费是这个很有意义 大同国小呢 位在彰化县的西北角 那么偏向的地方 很难得有外国人 扮演圣诞老公公 来陪孩子欢度圣诞节 而且呢 我们不只是一个庆祝活动 我们还把教学融入到活动中 让没有上英文课的 一二年级小朋友 也可以陪着三到六年级的 大哥哥大姐姐 一起在外师的指导之下 当场学习英文 并且秀出他们的英文 那对偏向的孩子来说 是一个非常有实质教育意义的活动 那么非常感谢静怡大学的协助 让静怡的外师 能够踏入大同国小 来给我们教育服务 校长也代表 学校和教授会 正三五十老师一个红包 和五十老师提案到 台湾过新年的传统续秀 达到欢乐的文化交流 和英语各个好个好个 大中华新闻 大文青新港 彩虹报道